現在蘋果公司已經正式推出了新款iPhone SE 相比上代產品整體上有一定的變動 但它在命名上卻未有改變 我們可以稱它為iPhone SE 2020或者iPhone SE 2 整體上來說它更像是iPhone 8的升級版 包括它的產品結構和設計相似度 但在內部還是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 儘管從技術水平上來講 新的iPhone SE 2仍然是入門級產品 但它是對就iPhone 8進行了升級 而不是上代的iPhone SE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iPhone SE 2020 與iPhone 8的一些區別 蘋果聲稱iPhone SE 2代上的新相機系統 是iPhone上最好的單相機系統 從硬件角度來看 iPhone SE上的相機模塊與iPhone 8基本相同 它們都提供了一個17-200萬的主鏡頭 具有F1.8的光圈 其最大的不同在於iPhone SE 2上的新A13芯片組 能做出更高級的攝影運算 甚至是能夠利用人像模式配色 當然這只是純粹的軟件算法實現的 而相比iPhone 8現在這個功能只能在iPhone 8 Plus上實現 它其還包括了6種模式效果 以及景深和閃景的控制 其他方面iPhone SE 2與iPhone 8則幾乎相同 它們都具有防抖功能 5倍的數碼照片放大和3倍的視頻圖像 以及立體聲錄製和HDR技術 最終在iPhone SE 2身上使用A13芯片 可為它發揮了更大的價值 在一方面 事實上iPhone SE 2的屏幕 可以與iPhone 8相提並入 儘管這兩款手機都具有4.7英寸的Riton屏幕 但區別在於這兩款手機的觸摸功能有所不同 因為iPhone 8包含了蘋果的3D Touch功能 而iPhone SE 2僅提供了支持Touch障礙功能 當然這方面iPhone 8要更好用一些 在早前的重儲規格上 iPhone 8提供有64GB或者128GB的重儲容量選擇 而新的iPhone SE 2則最多提供有256GB的重儲容量選擇 你現在可以在64GB、128GB或者256GB直接進行選擇 並且新的iPhone SE 2還具有3GB的用處 比iPhone 8的2GB增加了 但低於iPhone 11系列中的其他iPhone 3手機的4GB 在電池方面則它仍然是1821mAh 這與當前的iPhone 8完全相同 不過讓人們喜悅的是iPhone 13新處理器 似乎功效更低、更節嫩 另外它兩者在使用SIM卡也發生了變化 iPhone 8具有單個nanoSIM卡槽 而iPhone SE 2則允許您使用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 並且還支持eSIM通話 以上基本就是iPhone SE 2與iPhone 8的一些區別 最後蘋果還未推出的iPhone SE 2帶來了三種配色 包括白色、黑色、紅色三種 好了,今天的視頻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